坐在法庭里 左看右看 前美国总统川普 星期四出席纽约民事诈欺案截变 原本法官禁止他发言 川普却突然找到空档 抓住麦克风 同批检方和法官 因为政治目的才对付他 法庭内讲不够 走出法院马上找媒体镜头 纽约检察长认为川普公司 多年诈欺向法官求储 3.7亿美元罚款 而且终身不得参与 纽约房地产交易 法官预计这个月底 就会做出判决 比判决更快到来的是 下星期共和党爱荷华州党团会议 将成为党内初选风向球 目前川普依然领先 主要竞争对手 佛州州长迪尚特 和前联合国大使海利 迪尚特一场演讲就被闹场三次 不管迪尚特还是海利 仍然比不上川普高人气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